說她在裝高貴啊 大小姐不吃平民食物啊 身為韓國人怎麼可能不知道刀削面是什麼 基礎應該想都沒想到 會因為這張自拍照 而被罵是賣國賊吧 當時她在台上熱舞 因為裙子偏短的關係 時不時會露出底褲和屁股肉肉 粉絲目睹舒嬅騎馬的照片 直接被網友質疑 舒嬅是真的生病嗎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可以訂閱一下我的更新IG 還有我們推播IG喔 我是立米 我每次都覺得在韓國 出道當藝人真的是一個極限職業 因為他們不管做什麼 都有可能被觀眾們放大來檢視啊 然後說一句話啊 他們就說啊 你就是這樣你就是這樣 然後就非他們要道歉不可 甚至連吃個雞腿都會被罵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幫大家整理了 9個莫名其妙被罵的韓星 大家好我們是 共關無心人 我是林怡銘 我是小蕙薇嘉宇 我是溫妮威妮 我是小蕙玉仔珍 今天呢我們在拍我們的 MV 叫做 REBORN MV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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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莫名其妙被罵事件 真的說出來都會覺得很荒謬 綜音節目全知干預視角 拍攝了女團F的宿舍生活 某天大家在客廳一邊吃葡桃和草莓邊聊天 不過當鏡頭拍到原因的時候 他像個小動物般雙手拿著草莓在咀嚼 MV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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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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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艾輔回歸登上驚人的星期六宣傳新歌 其中原因因為猜對歌詞獲得雞腿一支 不過吃個小雞腿又出事啦 於是他就用筷子夾起了小雞腿品嘗 吃了一口之後又用手遮住嘴 歪頭像是說出廣告台詞 要一起吃嗎 有網友看到表示 誰會這樣吃雞腿啊 你可以好好的吃嗎 你歐巴也太重了吧 挺原因的粉絲則認為 用筷子吃雞腿根本沒問題 很多普通人都會這麼做 因為不想弄髒手 再加上原因當時在拍攝 不想露出沒有儀態的一面 也是可以理解的呀 根本不是網友口中的做作 只能說人紅真的是非多 妒忌原因美貌的黑粉 請閉嘴巴 其實說真的我 拿雞腿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不想弄髒手 我也有用過筷子欸 你有用過嗎 有啊 其實蠻正常的吧 我連吃牙芋片有時候也會 做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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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推出新專輯EZY的 Lay Sarah Finn 在節目全資干預視角 分享他們回歸跑行程的過程 演出前 層人們正在後台接受妝髮造型 畫面捕捉到允針 邊化妝邊看一本英文書 書名叫做如魚軟 作者是提倡兩性平等的日本知名作家 穿上墨印子 那如魚軟他是在講述三名女性對於自己身體的看法 就是像是在探討女性自我生存價值的意義 允針包包裡面還放了Bill Hooks的All About Love 尼采德對於世界的解釋 John Berger 的觀看之道等英文書籍 沒想到這幾本書在節目播出之後 被眾多韓國男網友質疑 她是女權主義者 甚至在論壇上遭到網友一波言語攻擊 因此還登上了韓網熱搜第二名 就她這個論壇幾乎都是男生擁護 所以等於允針這個時候 是被一群男網友給攻擊這樣 那事發之後就有網友看不下去啊 變積極的為允針議員說 你們連書裡講什麼內容都不知道 就開始狂噴 明吉的事件要從2022年底說起 當時New Jeans 官方公開傳聞門拍 W Korea 海報時的幕後話序 明吉和Helen在化妝過程中聊到了半面 不過因為明吉的一句話 沒吃過 引起 憨忘討論 -你吃過米麵嗎? -你還有人嗎? -你吃過嗎? -你吃過嗎? 表示她過度清純的人生讓人很反感 接著在去年New Jeans 參加 沈卓麵的節目 其中主持人就發現 她沒吃過很多東西 包含了豆子麵 拌麵和刀削麵 明吉 還不是吃過的嗎? -哦 沒錯 -你吃過麵麵嗎? -有挑戰嗎? -沒有 但是 就在這之中 被網友發現明吉小聲地說了句 刀削麵是什麼? -哦 直接引來網友的一陣責罵 說她在裝刀櫃啊 大小姐不失平民食物啊 身為韓國人怎麼可能不知道 刀削麵是什麼 那這件事情 其實就這樣困擾了她一年多 那她之前也有在直播裡面解釋 關於她為什麼會這樣說 那大家以為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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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網友還是沒有要放過她的意思喔 又說她這次直播裡面態度很不好 繼續罵她 為了平息這件事情啊 明吉最後發了長篇文表示歉意 因為我的語氣和態度引發大家不適 在應該和粉絲們自然舒服的交流中 去讓大家看到不好一面受傷的人 對此我很抱歉 那她道歉之後 網上啊 網友們持了兩派意見 一部分覺得明吉的道歉解釋很牽強 身為當紅偶像得要學會說話的技巧 不過大部分的網友則是認為 罵她的黑粉真的太誇張啦 並不覺得她的語氣有什麼不妥 有必要道歉嗎? 就一句普通的話被放大成這樣 煩了她一年實在是太扯了 而且出韓國網友真的太嚴苛了 請問她是住海邊嗎? 因為一個刀燒麵 搞了一年欸 看來這裡的海邊有點太多海邊 我們去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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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台灣人有一定要吃知道的食物嗎? 牛肉飯 豬雞 臭豆腐 豐豬奶茶 2019年南韓嘉原大有發生大火 當時居民們受到嚴重的影響 很多藝人們都自怨捐款 IU他也捐了一億韓元給 綠色雨傘兒童基金會 原本是一片善心的事 卻被韓國網友懷疑 IU的捐款動機 網友在網路上發文說 山區火災根本沒有小學 只有老人和農民 為了恢復受害地區 捐款給兒童基金會很奇怪 而且IU過去也給這個兒童財團 捐款過相當的可疑 事發之後 綠色雨傘兒童基金會就回應表示 他們在第二天就去了災區 發現基金會資助的四個家庭 失去了房子 其他家庭也擔心損失會加重 所以被緊急疏散 IU雖然是綠色雨傘兒童基金會的資助人 但不是只有資助他們 他同時也為母校 同德女高 首爾市龍亞援助中心 向盛日希望財團等資助 IU平時很常透過非正屬組織的慈善活動 向社會傳遞愛心 覺得好意被大家扭曲感到非常的憂慮 基金會也希望大家把焦點放回 需要被幫助的災民 我覺得這真的太誇張 他一片好意 人家就只是捐個錢 然後扯這麼遠 根本就是 黑心肝 黑粉 黑貨 我真的無法置信 為了讓大家消氣呢 來聽聽IU的心格 是EM導演的唷 LOOK AROUND 時間是最大的 幫你隔著 我想給我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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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屬應該想都沒想到 會因為這張自拍照 而被罵是賣國賊吧 過去基屬在IG上發出了一張 拿著手機拍的自拍照 內文寫著 哇 終於換了 NEW PHONE CUTECAST 沒想到卻引來韓國網友不滿 在論壇上發文表示 基屬曾經是三星代言人 合約一到期 就馬上換競品iPhone 在那邊炫耀 是有多迫不及待 甚至扯說 不用國產手機 就是賣國賊 如此誇張的亂罵 馬上呢 也有粉絲替基屬爆不品 BiPink代言的Galaxy A80合約 早在2020年的8月就結束了 為什麼他不能換品牌使用 基屬也只是單純表達 手機終於拿到手的喜悅 怎麼了嗎 難道不用國產或就不愛國嗎 你家裡就不要被我找到 有一個不是韓國製的 有的話你就是賣國賊 之前的BiPink在菲律賓開巡演時 Jenny其中一套極短的迷你裙 莫名而來的爭議 當時他在台上熱舞 因為裙子偏短的關係 時不時會露出底褲和屁股肉肉 那以往偶像遇到這樣的事情啊 網友通常都會踏罰公司保護偶像 沒想到影片不關後 網友去來檢討他 說明知道會曝光 為什麼不穿安全褲 為什麼要故意露給人看 網友認為這不是他第一次走光 在法國演唱會也拖到 剩黑色bra和露出底褲 狂罵他真的太露了 只會賣弄性感 挺Jenny的粉絲則表示啊 他一直以來都是歐美風格的打扮 敢露敢穿 也都是大家喜歡的原因之一 服裝也是公司選的 到底有什麼好罵的 這根本是妒忌吧 其實我自己有時候覺得 Jenny蠻可憐 他被罵的頻率很高欸 就是憑什麼這些 黑粉要出來judge他 我覺得超夢裡奇妙的 舒嬅上個月因為健康問題 而暫停了所有活動 但是網路上卻傳出了一張 粉絲目睹舒嬅騎馬的照片 直接被網友質疑 舒嬅是真的生病嗎 網友認為活動中斷 就應該在家裡休息 然後立即復出 情況也會比現在好很多 別的成人生病啊 都會去醫院打電梯 接著繼續工作 他都不會覺得抱歉 良心去哪了 真的是太氣 甚至說舒嬅以生病為藉口 休息了一個多月 卻有體力去遊樂園 夜市百貨公司等地方 而沒有體力參加愛特的活動 要大家不要再包庇 以生病為藉口的偶像 對此啊 大部分網友都認為 其實應該要尊重個人的隱私 也表示又不是犯了什麼罪 生病為什麼只能待在家 戶外活動是療癒身心最好的藥啊 一定要把人逼才甘願嗎 出門善心也不行 你為什麼要逼我啊 說真的啊 我覺得每個人休息的方式 都不太一樣 就是還是希望大家可以 放過正在休息的活像 就是不要用自己的標準去判斷 別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休息 因為有些心病其實是 需要很多戶外的分多精去滋養的 就是很多東西是我們眼睛看 不一定準的事情 藝人也是人啊 5道Challenge 大家絕對不陌生吧 維娟還是M Countdown 組成的時候 很常會被回歸的偶像 邀請一起拍5道Challenge Winner XO成員Kai Tomorrow by Together Seventeen的Leigh A Monster成員Shunu 等人都和維娟一起拍過影片 沒想到這些合作的 卻引來某些女網友 在韓國論壇上大罵維娟是 男士狗 說她專挑男IDOL的5道Challenge 練拍 當然文章發酵後 也馬上引來粉絲護航說 這些是男IDOL拜託她拍 她才拍的 麻煩你搞清楚順序 維娟真的很可憐 莫名其妙被罵 怎麼對女IDOL的敵意那麼大 只能說維娟真的很無辜啊 不要自己得不到的 就是在那邊說別人嘛 不要在那邊吃不到葡萄 就說葡萄酸嘛 一位出演 單身幾弟女兒抱有紅的宋志雅 之前參加了認識的哥哥的錄製 她將制服改良成 短板緊身襯衫 露出結實腹肌 再搭上高腰短裙 和長靴亮相 很符合她平常性感甜美的打扮風格 而節目本來就是以 明星穿校服為一大特色 沒想到 這樣也引來網友的不滿 覺得她怎麼可以把制服穿得那麼性感 很容易讓人把學生跟制服 和性理想在一起 不只物化學生制服 還物化女性 還可能帶壞年輕人 讓人很不舒服 不過也有另外一派網友認為 很多偶像打歌服 也會有制服風格呀 為你送自雅穿就不行 只是漏肚也沒漏胸 哪裡有問題了 討論得非常的熱烈 無奈人工怎麼樣都會被罵 回到我剛剛片頭說的 在韓國當公眾人物 要多難有多難 做什麼都被罵 就是 韓國網友真的蠻嚴苛的 因為有時候 真的人都會犯錯 但是大家對於 每一個人講出來的話 其實定義都不太一樣 然後像剛剛舒華生病的事情 我不知道 到底他是生了什麼樣的疾病 但是大家也因為他可能在外面 遊走然後沒有回過 就覺得他怎麼這樣 就其實 真正是什麼樣子 也就是他自己心裡清楚啊 就是 唉 就是覺得 非常的莫名其妙 還有原因被 被罵吃東西 我也覺得 莫名其妙 我覺得有時候 這些人的家裡 會不會哪天真的出了一個偶像 或是公眾人物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理解 就是這些人的心情 或是這些家屬的心情 就是覺得 他們這些黑粉 是不是真的把罵人 當一件紓壓的事情 太誇張了吧 好啦 對於今天莫名被罵的偶像 你們有沒有什麼話 想對他們加油打氣的雷 或者是你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都歡迎跟我們分享一下 影片留言區見啦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退上 你有被罵過嗎 有啊 那你怎麼面對 遇到黑粉的時候 我不會理他 無事嗎 對啊 因為他就是想看生氣啊 那你會生生氣嗎 我不會生氣啊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喜好 因為他就是說 這到底是男女的啊 長成這樣 啊我就覺得 對我就長成這樣 就這樣 我的確就長成這樣 只是他不喜歡我長成這樣 那沒關係 你就不要看著他 那你有經歷過 當別人罵你覺得很傷心的事情嗎 有啊 什麼時候 你年紀在小一點的時候嗎 我覺得 我覺得我會在意是我在意的人罵我 才會真的很難過 但是像 不認識我 不了解我的人 隨便罵我 我就會覺得 你幹嘛亂罵我 但是他如果攻擊我長相 我就不會理他 我覺得沒關係 可能你真的覺得我長得很醜 OK 可能你真的長得太好看 啊 OK啊 我覺得OK 你也會自己扭轉耶 講到這個我就想到 我大學一過一個 我覺得蠻荒謬的事 然後那時候 我剛進去有認識一批同學 後來我跟這個A同學 嗯就是比較沒那麼好 沒有玩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有點漸行漸遠 然後後來那個A同學 就去跟我另外一個B同學說 為什麼你們都要跟他玩在一起 他長那麼醜又那麼胖 我那時候聽到想說 蛤 為什麼他會這樣想 我完全搞不懂耶 然後後來 出了社會之後 那時候開始有粉專 某一天我就在粉專上面 看到有一個人 都會一直來罵我 然後 我就跟我朋友講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去查查查查查 才找到 喔原來就是當初 就是我大學討厭我的那個人 跟你講他第三件事情 他後來發現 這兩個方式可能都引起不了我的注意 他就私訊我的臉書 約我吃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我婉拒他啦 我謝謝他 沒有為什麼 我不知道跟他說什麼 我說謝謝你罵我這麼多年 他會先問喔 欸怎麼這麼突然 對我有問 他說很久沒見啊 看你感覺過得很不錯啊 想說我們可以聚一下什麼的 哎唷我最近的那也媽欸 然後我就會說 啊那你最近過得怎麼樣 你畢業後去幹嘛 我就開始跟他聊 超想知道的 然後我就會解說 啊這個人是你嗎 臉書那個 然後點他看你 我就說啊這個人是你嗎 你就要這樣問他啊 你好聰明喔 對 然後他就不回應 真的你的超有效的欸 以後有遇到 黑粉的話 我們就交給十邊去印的 有問題 Lun Sang 燃燒 截滿一下 超級 聽誇ентов 聽誇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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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誇賢